接下来的事情就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刚才这样的一个矩阵 可以理解为先行变换 以及矩阵也可以理解为坐标变换的具体的理解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假设我们刚才学的东西都已经了如指掌 其实先行代数或者说学数学 最关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概念掌握好 应用起来非常的轻松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我们来讲相似关系 或者是相似矩阵 而且这个相似矩阵 在解微分方程中也会有神乎奇迹的效果 当然因为接下来东西会比较整体 所以请大家每一步都跟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讲到说一个线性变换 可以用一个Ln乘m的矩阵表示 具体的展示形式就在这里 Lv作用在那个L作用在V上 会等于这样一个表示 OK 等于E1 E2 一直到EN 然后再乘上一个Ln乘m 再乘上A1 A2 一直到AN 这个没问题 然后 坐标变换 也有类似的式子 就是同样一个V 它会等于这样一串 E1 然后M N乘m 然后A1 A2 对吗 然后后面请记住 因为系数已经变化了 所以这边是A1撇 A2撇 那么真正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一个线性变换L 在原来的E1 E2这样的一个坐标里面 或者说基石里面展开 它的展开结果不是变成一个矩阵吗 这个矩阵 某一行某一列是一个具体的数 那么 请问 同样的线性变换L 如果在换新的坐标 表示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 我不知道我 说清楚了没有 就是说 L 以致L在E1 或者是EI L在这样的一个基底下 系数 为Ln乘 OK 那么请问 L在 带撇的 EI撇参考系 或者EI撇 基石下 它也可以展开 也可以按照上面这种方式 被展开成某一个新的矩阵 L 但那个就不是Ln乘了 而是一个新的系数 我们可以写成L撇N乘 好 那么L这个矩阵和L撇这个矩阵 有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从物理意义或者说它的一种变换的关系来说 它是同一个变换 为什么呢 因为线性变换本身是不含坐标的 线性变换原来的定义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 好 你只要有线性性的变换就可以了 请问这时候有坐标吗 没有 这时候天地初开 整个宇宙处于一片混沌 然后 轻的上升成为天 轻的下沉成为地 OK这时候我们在选定坐标以后 L才会变成一个矩阵 而在选定坐标之前 L只是一个映射而已 因此不同的坐标选择 它就会有不同的矩阵的表示 比如说同样 L23这一个具体的位置 OK这是一个具体的位置 它其实等于可能3.6 新的L23同样的第二行 第三列的位置 可能等于47.9 这时候我们想要知道的 就是这些系数的状况关系 给大家一分钟 请大家找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线索和资源 相信大家能够找到 L和L的一个关系 你可以把L匹表示成L 乘上某某矩阵 或者是L写成L匹某某矩阵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转化关系 一定会有矩阵M参与在里面 对不对 因为涉及到坐标变换 那就是涉及到M 涉及到展开 涉及到线性变换就涉及到L 所以L匹一定会 由L M表示出来 请问表达式是什么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试试试看 很好玩很有趣 而且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会发现 原来解线性微分方程 用的是相同的思路 好我们一起来 厘清一下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存在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把 这种坐标同时变换 然后线性变换又需要 展开的情况下 在新坐标写出 新坐标下的 线性变换的那个表示矩阵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要写表示矩阵 我们的目标 当然是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把 LV写成 E1撇 E2撇 一直到EN撇 新坐标 你不是要新坐标吗 那我要 新坐标下展开 然后中间这个矩阵 L撇 然后变成A1撇 L撇这个系数 对不对 我们要做一个形容 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做这样的一个内容 其实很明显 我们需要 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 它L撞在V上 也应该等于 E1撇 的一个感觉 也应该等于 原来E1 E2 这样的一个 航向量下的一个展开 OK OK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上面这个等式 画成形录 下面这样的一个形状 只要能画出来 那中间的L撇 就是可以被 直接 读出来的 于是呢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建立一个 E1撇 这样的一个航向量的表示 而这个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会发现 其实 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 E1撇 E2撇 或者说带撇系的 那个横杠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一定 作为一个 普通的 向量 是可以 被带撇 坐标展开的 而带撇 坐标展开的 系数 刚好就是右边 这一列 所以我们可以 直接得到 它就应该等于 E1撇 E2撇 这航向量 乘上A1撇 A2撇 的列向量 OK 这个是没有问题 无非是一个向量的 在机底下的一个展开 好 那有了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对比 这个式子的两边 右边的列向量 是一样的 那 左边这两个矩阵 相乘 就应该等于 E1撇 E2撇 这样的一个航向量 OK 因此呢 我们能够 直接 得到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由上面这个 表示 这样的一个带撇 应该会等于 航向量 E1 E2 一直乘到 EN 这个航向量 乘上刚才 我们所说的M N乘 对不对 M是用来沟通 两个坐标的 好 那 我们写 把上面这个东西 写下来 然后呢 中间的一个L撇 我们照抄 可以吗 好 那右边呢 我们希望 写成什么样的一个 A1 A2的形式 就是不带 不带撇系中的系数 那这个之前 我们也已经探索过了 数的 这样的列向量 系数的列向量 刚好会等于 M-1 乘上 数的 不带撇的列向量 所以呢 我们直接 替换掉 变成 M-1 当然也是一个 N乘的矩阵 然后呢 再乘上 A1 A2 一直到AN OK 这样没有问题 同时呢 利用之前我们已经说的 同样一个LV 它是可以写成 不带撇的坐标 乘上LN 再乘上不带撇的系数 所以这是一个横等的关系 因为它就会变成 所以它就会变成 E1 1 2 一直到EN 整个乘上LN乘N 再乘上A1 一直到AN OK 那天哪 大家想象一下 中间这两块是不是必须相同 因为它们 表示的是相同的内容 然后呢 左右两边又分别相同 因此 中间这样的一个系数 也必须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能得到一个 关于系数的横等式 就是我们要的 M乘上LP 再乘上M-1 一定会等于L 而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个式子 把L给反表示出来 LP给反表示出来 怎么反表示 你对这个式子 左边乘上M-1 右边乘上M 就会变成M-1 左乘在L上 右边乘上M 得到它 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新的 代撇参考系表示下 原来的线性变换的局正 OK 那正如刚才所说的 它应该既跟L有关 又跟M有关 而它表示出来的 真实的样子 就是这个 也因为真实的样子是这个 有点像夹汉堡 有没有 前面一个 矩阵 后面一个这个矩阵的 的逆 那么这样的一种 具体的关系 因为在后面会反复出现 我们给它 定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 相似 或者说 L和LP 是相似矩阵 OK 那么相似关系 我们写成 L相似于L匹 当然 A相似于B B也相似于A 我们也可以写成 L匹 相似于L 凡是 形如 两个矩阵 有这样的关系 也就是 某一个矩阵 中间 被 可逆矩阵 给夹汉堡 夹住 而且刚好 一个是可逆矩阵 本身 一个是可逆 矩阵 逆 夹汉堡夹住 夹住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叫做 相似关系 OK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关系 其实 相似矩阵的物理意义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任意的相似矩阵 其实 它表示的是 同一个线性变换 只不过你选取了 不同的坐标 因此 看起来 样子不一样而已 但是它都表示 相同的那个线性变换L OK 所以这点必须强调 相似矩阵 其实表示的是相同的 线性变换 在很多线性代数书里面 上来就定义 相似关系 然后呢 上来就推导 相似关系的性质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个人觉得 我们应该了解清楚 相似关系 真正的 它的 形象的意义 其实就是表示 相同的线性变换 只不过你换 不同的坐标基底 下的一个系数展开 又不一样 而且这系数展开关系 刚好是 夹汉堡的这种相似关系 所以 我们才要学相似矩阵 那这句话 希望大家平时 没事就默念 因为线性代数中 重要的话 并不多 OK 这是其中一句 还有一些我也会陆续告诉大家 比如说肯逆的 六个标准 肯逆矩阵有六个完全 等价的标准 我之后也会 一次性的为大家梳理 但是这句话 相似矩阵 表示相同的线性变换 我们必须要掌握 我们必须要掌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